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Youtube索尼影业在内的视频提供商也都在向21比9的比例过度 索尼希望Xperia 1为消费者带来更加震撼的影音娱乐体验 而在核心配置方面Xperia 1搭载了骁龙855处理器 内置6GB的运存以及128GB的存储空间 前置800万像素自拍镜头 后置三摄则是由一颗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 加一颗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 再加一颗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组成 索尼Xperia 1内置了一枚3300mAh电池支持无线充电 保留有3.5mm耳机接口 同时还支持了IP68级别的防水防尘 综合来说是一款性能强悍的旗舰机型 另外与Xperia 1同台登场的 还有定位终端的Xperia 10和Xperia 10 Plus两款新机 其中Xperia 10配备了6英寸的21B9显示屏 搭载骁龙630处理器 3GB的运存64GB的存储空间 前置800万像素 后置1300万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 电池容量为2870mAh 而Xperia 10 Plus则是配备了一块605英寸21B9的屏幕 搭载骁龙636处理器 4GB运存64GB的存储空间 前置800万后置1200万加800万像素双摄 电池容量扩大到了3000mAh 整体来说这两款新机就显得有些诚意不足了 目前索尼官方并未公布三款新机的具体售价 但按照索尼的调性肯定不会便宜 各位索粉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鸟捞 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我家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